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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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妞你好 我是小花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的影片呢 是要跟大家分享 关于我们的秘籍的养成和机制 还有组合一些的基本介绍 因为我们的新剑侠世界3 来到了开服第六天 开放了49集的上线 秘籍也跟着上线了 那么我们下面来看看吧 好 经过我们的六天的游玩呢 今天是第六天的部分 我们的这个剑3的部分呢 来到了40集 你已经40集了吗 当然看在画面上的我不是40集 这个是另外玩的 好了 今天要给大家比较详细的部分呢 比较偏向是新手 其实我们大家大部分都是新手 因为我本人是没有玩过 剑侠奇缘的游戏的 也有人说过他们游戏的内容先类似 就是现在的游戏大同小异 他们有自己要走的路 你玩你喜欢玩的游戏就可以了 今天跟大家来分享 然后关于我们的秘籍的部分 目前秘籍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现在 就是系统有送过这个 逍遥游的部分呢 首先我们的秘籍的佩戴呢 我们要佩戴的是三本 一个是主的 然后两个辅导 这个是我随便按上去的 那秘籍佩戴之后呢 会提升基础的属性 那我们总共线上有多少本秘籍呢 你看246 总共有七本哦 首先是第一本 逍遥游 逍遥游的部分在我们的大侠路当中 来看一下我们的大侠路当中 那这是送的 相信到闻到今天为止的你 一定有获得它的部分哦 好我们的另外一本 现在我们的所有的玩家 都有两本秘籍对不对 那大家都会很痛苦啊 为什么我就没有其他的秘籍呢 不用着急 我们现在了解一下 各个秘籍的效果是什么呢 我们的秘籍还分为内功跟外功 大家看到这个内跟外的部分 来看一下分内功外功 总共有六种组合 不同的组合带来效果是不一样的 当然现在大家比较关心的是 每一个我们不同的这个秘籍 到底有什么效果 首先来看一下笑的部分呢 它是受到控制效果 是有10%的概率 减除控制 并获得等同于360生命值的护盾 持续5秒 触发后进入60秒的冷却时间 好这个是初级的部分呢 那大家会问初级跟终极有什么区别呢 初级一个是系统会送 还有一个是元宝购买 那终极是要通过翠玉来购买 都是100个碎片 然后可以合成 我们的 好我把它升成那个 中级的效果呢 终极是要有效果 是加倍抗基础属性加倍 有看到吗 这个主要的竞争是一样的 主要是基础属性加倍 比刚才更要多 好下面来看太玄金的部分 我们这也是初级的 然后它这个主动件是一样的哦 造成伤害时 提高自身一点力量和一点敏捷 持续8秒 该效果最多可以叠加5层 然后这是基础的属性 那我们给它升界 有没有完全翻倍哦 它们的差别就在于 基础属性是不是翻倍 跟着升级 它也会跟着升级 好紫霞神功的部分是 造成伤害时有1%的概率 使自身进入紫气的状态 提高50点攻击和200点暴击 持续10秒 触发后进入60秒冷却 我这个本身就是我们的终极的部分了 好有看到吗 好下面这个是零波微步哦 零波微步的进展是 受到伤害时 有1%的概率 使自身进入踏波状态 提高500点闪并和1000点基础控制坑性 持续10秒 触发后进入60秒冷却时间 我们来寄托它 好这个紫霞神功的部分 就很明显哦 是输出在用的哦 刚刚那个零波微步 像这个 我刚刚说的零波微步 就是我们这个防御 这是奶啊 在用的 好下一本 洗髓精的部分是 受到伤害时 提高自身1%的成疗效果 和一点的灵巧 持续8秒 该效果最多可以叠加5层 我们来启动它 下一个 天山六羊爪 它的效果是 伤害招生命中后 有1%的概率 使目标进入溶血状态 每秒受到144点的固定伤害 持续8秒 触发后进入8秒的冷却 好我们来启动它 下一个 洛英神剑掌 造成伤害的同时 对目标及其4米 范围内其他目标造成 1443点的固定伤害 触发后进入冷却时间 45秒 好我们都把它激活了 好这个就是我们的 我们总的七本的密集的 不同的纪念的部分 然后我们的主位跟辅位的区别是什么呢 这边要提醒了这个主跟辅的部分 不一定是密集主要放在主位才会生效 就是三个它都会生效 技能放在任何的位置都能正常生效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我刚才把那个拖下来 放到这里 对它也是会生效的 它这个部分呢就是 看你放哪里 然后它呈现的效果是什么样子 好了主跟辅的技能 我是怎么口齿 主跟辅的技能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来简单来说一下 它是为组合来作为定调的部分 我们这边呢 以楼中带刚跟座望无我 以两个来说一下 外内内跟内外内 首先它们的组合类型都是 一个外攻加两个内攻 如果外攻放在主位的话呢 两本内攻放在辅位 那么激活的效果就是楼中带刚 加攻击力量吸血 是一个输出的组合 如果是内攻放主位的话呢 辅助位选择一内攻一外攻 那么激活就是作望无我 加暴击免伤反弹伤害体质 是一个防御的组合 看一下作望无我 让我们的内息澎湃是 灵巧暴击暴击生害 开天避地是 敏捷闪避命中 大王扛顶是暴击灵巧 暴击抵抗 好体质生命全系抗性 就是拳外的部分啊 好那我们的外攻是什么呢 那我把它拿下来 像我是溢水的职业嘛 我们要用的是消遥游 然后我再用领薄微步 要跑得快 要有盾 再用洗髓精 好我的外外外呢 我们激活了金刚护体 金刚护体就有体质生命全系抗性 其实我就很想开天避涕啦 大家想想想说 哎呀算了 好了所以呢我们的密集 通过我们的不同的位置的摆放 大家的组合效果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呢各位在摆放密集的时候 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流派 来摆放主要的辅慰指 主位跟辅慰 而不是随便来放哦 这个要特别注意了 但是比如说 像我现在有多好几门密集对不对 然后它这个多的有意义吗 其实还是可以多的 它多的部分呢 就是会有加一点小小的自然力 数字不是很高 就跟我们坐骑一样 你把坐骑都吃上去 它都是有交自然力 只是高与低的问题啊 然后我们的升级的部分呢 大家应该像很多密集 残念的部分 同样就是点升级就好了 还包括这个 你只要一直点 一直点 一直点 它的基础属性就会一直增加 它的基本技能还是一样的 所以大家只要知道 我们的初级密集的部分 跟中级的密集部分 如果还有高级和特级 它们的属性的差别 是在于这个 这边的基础属性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 密取的获取方式 有哪几种呢 在我们现阶段的方式呢 首先就是初级密集的获取部分 白嫖获得就是我们刚才开的 那个洗髓金 跟开服活动打活跃 大闲路的逍遥 看水果 还有我们找这个老头 神秘的老人 不是老头 神秘的老人 然后拿到了我们的 初级的这个洗髓金啊 那还有的部分是来到 我们的海星浴商店 这个我每次都一样找不到商店 不知道为什么 好我们要来到这个商店部分呢 首先我们这个是紫淵玉的商店 它的获取方式是100个碎片 就能换到我们一本书了 那这个获取的部分呢 它是来自 来看一下 它的获取方式呢 是我们的这个千基楼 在千基楼当中 就可以兑换到我们的 这个终极的 我们的秘籍啊 当然还有就是摆摊购买 还要包括 福袋会开出秘籍 我们挂福袋的部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挂 挂在45级以上的福袋的部分 那还有一个部分 还有一个部分是来到 这个我们的 我这蓝色的 我好像没有挖到 我好像没有挖到 好 还有一个部分呢 我们的初级秘籍来自的点呢 是我们的这个挖宝 对 我们的挖宝的部分呢 那是常常说初级 是这个 这个是纸色的嘛 它那个是海星域 然后现在在我们的 就摆摊当中呢 我们的海星域的部分 我们在像我们的摆摊当中 我这个转过来 好 像我们在我们的摆摊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秘籍的部分 那秘籍的部分呢 就分 你看有中级的 然后初级的 我们的海星域呢 它就是来自 用我们的元宝购买 就是初级的 那我们的 我们的中级呢 就通过我们的 翠玉来购买了 对 现在的物价 没有办法跟大家去说 因为他们都是有问说 大概一本要多少钱啊 要看美国去的物价是怎么样 需求是如何 还有我们这个挂服带的人 有没有看到 还是建议 挂服带如果有拿到的话 先拿去买掉 因为现在买的人比较多 需求也比较多 能挣到一点小小的钱 挂机服带的部分呢 如果你不知道 如何挂金的话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 这个月卡 然后点击一下修炼 就可以挂我们的服带了 它每天是有上限 最多是16个 现在的等级 挂的是45级的服带 那它的掉落率的部分 关于密集的掉落率是 4.3% 这个是在陆服的一些经验当中 有列出来这个部分 所以大家要记得注意了 好那关于密集养成的部分呢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 那我们再按回去 关于密集养成的部分呢 就是分两种 一种就是提升我们的基本属性 一个是提升效果 下面这个是效果 下面是属性 那我们的提升 我们的密集等级跟基础属性呢 会消耗密集产业 就这个密集产业 这个我们在回用当中 都有送了 所以大家还要积极地去做活动呢 那技能的升级呢 这个提升技能等级跟技能效果强度 会消耗我们的密集经验 但这个还蛮多的 这个我们现在都还存蛮多 就是有人身上来 就把初级伸得特别高啊 如果你伸错了嘛 没有关系 然后之后可以升级 位高了就位高了 反正是同一本 所以不用担心啊 点一点就升级了 那材料的部分 也是比较容易获得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那关于藏金格的部分来一下 在正常购买 之前有老师跟大家说 我们要去打送金正常 每周都打满两万的功勋啊 一开始收下满仪式的章节嘛 可是相较而言呢 这边会比较推荐大家就是 呃 藏金格的部分呢 有能力可以提升一下啊 一个是你要 还有就收集我们三本以外的 三本以外的密集 就是都密集最好 都能收集到完整的部分啊 然后激活组合属性 因为激活组合属性 有加战力嘛 二是用仪式的章节 来提升藏金格的部分 但是仪式章节的道具 需要在我们的战场的功勋兑换 功勋需求量是非常大 看我们的这个功勋商店就知道啊 不建议大家优先去兑换 这个仪式的章节 会建议大家先换 百小生天书卷衣 就是两万就都会买这个 因为这个道具是 直接加一个技能点 然后最多可以吃五本 所以就是十万的功勋 所以我们要先把 这个技能点吃满之后呢 后面有多的功勋 再来换我们的仪式章节 会相对比较好 好了 以上的部分就是给我们这个 各位新手玩家 一个密集的机制跟概念 还有一些非常粗浅的 一些认知的部分 希望对你有帮助 那我们在下一集 会跟大家来分享 关于密集的搭配 就是我们不同的职业 到底如何搭配 会比较好 好了 这个内容会比较简单 我们下面要用图文的部分 来跟大家解释 希望我们这个简单的 密集的机制解释 能让你更明白 就是生错等级 不用担心 它可以升接的 所以不用担心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是这样 我是小花 希望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 如果你觉得我影片 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帮我订阅分享 按赞在帮 并且开启小铃铛 那么我们下个影片 这里啦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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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